欢迎光临 哎哎 你是不是走错地方了 我们这是服装店 母音店在隔壁 我就是来买衣服的 那你的确是走错地方了 我们这最大麻你都穿不下 我建议你啊 可以去批发市场看一下大麻女装 开门做生意 有你这么嫌弃顾客的吗 您别听他乱说 你是 我们这有合适您的衣服 这边 好 我起下来给您看看 哦 不用 这件衣服 您喜欢吗 我想试试这个衣服 麻烦你帮我拿一个我的码数 我去仓库看看 不用找了 这件衣服最大就L号 他起码穿叉叉L 哦 对了 想参加聚会 这件衣服最合适不过了 而且又适合您的码数 这件衣服 本来就是小姑娘穿的 他穿着 别人就会说他装嫩 孩子怎么了 哦 没事 就是被吓哭了 赶紧给我走 别打扰我做生意 谢谢你啊 小孩这么玩 他的枕尿裤不会漏啊 宝宝 我们走啦 姐 您不是要参加聚会吗 您穿这个衣服 肯定特别漂亮 这个衣服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现在根本穿不出它的效果 效果 要什么效果呀 您穿上这漂亮衣服 就是自己也觉得好看就行了 试试 试啊 试试嘛 孩子我来帮您照顾 赶紧带着叫我女士去试衣间啊 嗯 走 这衣服真是太适合你了 我年轻的时候跟你一样说 只是后来生了孩子 身材慢慢变样子 上次穿这样的衣服 我不记得是什么时候 现在穿还有两遍呢 怎么会 是人穿衣服 可不是衣服穿人 身材不是碰到美的标准 走您自己就好了 你小孩的婴儿车 把我店里的衣服挂坏了 赔钱 我看看 婴儿车好端端的停着 为什么会扯到挂好的衣服呢 我要看监控 小孩他调皮 把衣服扯下来不是很正常吗 别说那么多了 赔钱 没有证据我是不会赔的 我们先看看监控吧 没事的 夏东东 你别忘了 店长是我姑妈 你一个实习生 帮着外人说话 跟我对着干 你信不信 我把你开了 你把我开了 我也这样说话 你又没有证据 谁让你随意这样污蔑客户的 行 你被开除了 怎么回事啊 姑妈 你可算来了 哎呦 哎呦 林总 哎呀 你来封公司视察工作 怎么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呀 我也好提前做好准备 接您大驾呀 这怎么私 嘲笑我的身材 辜蔑我孩子弄坏了衣服硬要赔偿 我要是提前跟你说了 怎么能看到这么精彩的信 哎呀 林总 真是不好意思 按您啊 不要跟这样的小店员计较 他就是有眼不识泰山 求你一对一对 德不配位 我看这个经理换个人当了 哎呀 姑妈 别闹了 再闹我位置都不保 能切实从女性视角出发 平等的看待每一个女性 这很符合我们品牌的核心理念 我现在就听用一位 谢谢您的闪失 加油 希望你能为更多的女性发声 一定 别闹了 对 谢谢您的